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塑莎单衣我们是有两件 但是原来在法界流传 我们有一件塑莎单衣是被盗过的 就是被销毁了的 其实塑莎单衣被盗的那一件 一直在我们的基本层里头展出 因为那件衣服我们是在1983年 12月份就把它捉回来了 但是另外有一件取决的塑莎单衣 因为它的衣裳更长 还有它更轻只有48克 所以那件衣服就是被建立为国宝 这件国宝文物我们就一直在货房里头保存 没有拿出来 所以是真的事物上流传了很多的谣言 我们就这次利用逼美人展 我们就把这件塑莎单衣 取决的塑莎单衣展出来 给大家来欣赏 同时也是为了必要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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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